各位,每个圣徒都希望自己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或是有些人会认为理性和意志力比较强的人 他们在行为和处事上能够做得到 但对于比较软弱的人,他们却时常做不到 因此心里就受控告 事实上,许多信徒都误解圣洁的定义了 他们追求的圣洁就是不要犯罪 不要有欲望,要有好行为,才是圣洁 若是这样的追求,是跟宗教一样了 要知道一个人的理性再怎么合理化 意志力多么的强,行为有多好 都不能胜过撒旦以及里面的罪性 撒旦是挑衅人的罪性 叫人不知不觉进到自我 如此一来不能过一个真正圣洁的生活 唯有被圣灵充满,才能成为圣洁 今天,让我们追求三个主要的事实 叫我们能成为圣洁 首先,我们要追求的圣洁是要在基督里重生 加勒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各位,当我们在基督里重生 是属于基督的身体,自然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 因为主已经把我们的罪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但有些信徒却误认圣洁就是没有欲望 没有情欲,没有情感,没有软弱的 各位,这并不是神所讲的圣洁 神所讲的圣洁是要在基督里重生 得到一个新的欲望 当一个人重生了,他心里就开始有一个变化 他是定下心意,与专心要更需要主 依靠主,并活出神的美意 哪怕他还是有很多软弱之处 他的价值与欲望改变了 这个改变就是来自新性情 比如说以前是爱情 但现在愿意放下,可目向往爱神所爱的人 因为心里知道这不是神的美意 也不能叫我真正得满足 以前是贪爱世界 但现在是可目天上的荣耀与冠冕 因为心里知道越是贪爱世界,越是远离神 各位,这就是所谓重生变化所带来的圣洁 这个圣洁就是跟神产生了和好的关系 你是否有意识到这重生变化所带来的圣洁吗? 当我们重生之后,另一个我们要追求的圣洁就是与罪征战 各位,圣洁不是重生之后就再也没有犯罪的倾向 相反的,我们还是会有犯罪的潜能 因为仍有罪性 罪性是时常给我们贪心、血气、嫉妒、情欲、失望、担忧等等 所以我们才需要与罪征战 为的是要将我们从犯罪的倾向转向爱主、顺服主的倾向 当然,我们与罪征战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不要为此而感到灰心、失望 那要征战的 如何征战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与罪征战就是与里面的自我征战 为了将我们的心意转向主、依靠主 之后,我们的心才能倾向圣灵而行 那时还会倾向犯罪吗? 就如《加拉太书》5章16节告诉我们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但是我们的心意不是自动转向主 唯有当我们不断地领受神的话 让圣灵掌控才能胜过罪 怎么领受神的话呢? 比如神说不要谈爱世界 对我来说,不是只有遵命地听 乃是要靠着神的爱来领受 试问,因为爱而领受跟因为怕来领受 是会带来不一样的反应的 所以我们要靠着爱的关系来领受祂的话 那时你心是愿意也很轻神地让圣灵掌控 所以各位,你虽重生了,还有犯罪的倾向 但是因为这个软弱,却将你不得不需要征战 为了来到神面前,切切寻求祂的怜悯 恩典、智慧与关照 这才是神要的圣洁 当你一直靠着祂的话语,一直被关照时 你会发现每一次你越靠主 就是你每一次的得胜了 这才显出主的荣耀 也是我们的冠冕了 那最后,我们要追求的圣洁就是被圣灵充满 一部所书五章十八节说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淡 那要被圣灵充满 各位,我们胜过罪的方法绝不能忍耐不犯罪 乃是要时常被圣灵充满 直到我们经历顺服主的自由与喜乐 是远超过犯罪而得的甜蜜与益处 我们才能不受罪的引诱的 但要怎么被圣灵充满呢? 你要天天脱去救人,穿上新人 虽然犯罪的潜能在我们的身上 但脱去救人就是不让救人控制你,满足你 因你知道那是短暂的 那是依靠唯一能满足你的主 比如说,我需要人的爱来满足我 但是,另一方面我愿意让主的爱来满足我 这就是如何不让他控制你 如何脱去救人,穿上新人,穿上新的性情 那另外,要被圣灵充满 要发现罪的欲望绝对不能跟主的满足来相比 比方说,我认为神若给我孩子 我就有喜乐满足了 若神没有给我孩子 我就不能喜乐满足吗? 主要给我们喜乐的满足 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世界的满足跟神给我们的满足是不能够相比的 如果一起相比,绝对不能叫我们胜过罪 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个地方 那最后,我们要经历圣灵充满 过于历时能胜过罪 许多人只有关注不要犯罪 却不关注跟主的关系 你要明白什么是你跟主之间的亲密 比如你犯罪之后,主的恩惠再次连续你 你再次仰望主,再次破碎自己 让神的话洁净你 那个过程里,你心被恩感而改变 心灵得释放 到一个地步,罪的烈幕是不能再试探你了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今日我们所追求的圣洁是什么呢? 但愿我们明白圣洁的定义 追求神所喜悦的圣洁 使我们能被圣灵充满,过一个圣洁得圣的生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